你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你干啥去了 老公我首次的我跟他玩了一会儿 跟谁玩的 跟修业 赢了输了 我输了 输多少 老公你别生气我没穿钱 没穿钱你咋输的 我把你输了五天 你呀你呀 你干啥去 我帮你还肚子爱去吧我 哎呦什么 为啥接吻的时候男生的手爱乱摸 出传就为这个设置 你会睡去啊 哎呦什么 啥也不是 和别人的老婆睡在一起 一米二的床还剩一半 和自个的老婆睡在一起 两米的床还鲜小 所以男人这位长永远都喜欢变人家的老婆 一个地方他永远不会倒闭 你知道是哪吗 银行 不对 医院 不对你再想一想 那是哪 咱俩聊的也差不多了 晚上我请你吃个饭吧 你是喝白酒还是喝啤酒 白酒啤酒都行 我一杯就倒 一杯就倒 那我给你喝个啥 喝多了以后我还得送你回家 没事 我家里边没人 没有人 那我给你送回去还得照顾你 别怕 我醒酒快 我一会就醒 一会就醒 那大半夜我不得自己一个人回家 你也可以明天早上再走呀 那不行 明天早上走 我还得给你带早餐 早餐我请你 那不行 我请你吃顿饭 你一顿早餐就给我打发了 你还挺会算账 你这样 以后我咋跟你在一起玩 你真是个250 你活该找不着对象 嘿 下一步是 告诉猛男一个小秘密 有些女生看着白白嫩嫩的 其实内心跟咸牙大一样 黄的流油 你知道什么动物最容易怀孕吗 嗯 苍蝇吗 不对 嗯 那是什么 刺猬 为什么是刺猬啊 因为刺猬 为什么男人都喜欢别人家的老婆 嗯 难道零件不一样 还看 还看 问我呢 女生穿短裙 要不要穿安全裤 不要穿 那都是防君子的 对于我们这些小人来说 没必要 你们说呀 什么时候最适合干坏事呢 要我说呀 就是中午 中午干坏事是最好的时候 因为有句古话说的好 早晚你会被人发现 所以说呀 中午干坏事 心里 请问男人最大的瘾是什么 有人说是烟 我认为不对 有人说是酒 我认为也不对 要我说 男人最大的瘾 是我们女 爸 我想跟你说个事 啥事啊 我想买辆车 你想买辆车 这是好事啊 这些年我也攒了一些钱 但是钱还不够 钱不够 嗯 你想买啥车呀 这一车好啊 这车我听说过 你放心吧啊 老爸肯定大力支持你 这车多钱呢 12万吧 你还差多少啊 12万 那你还是慌个地儿吧 哎呦 你妈 哈哈哈哈 姐夫 你在这干啥呢 洗脸了吗 不是 你 你用这个盆洗的 这不是你家洗脸盆吗 哎 这 这是我洗的啥用的 哎呀 我的妈呀 哎呀我 洗菜的 叮叮叮 那菜盆 你放这干啥呀 有人 你 你用这个擦了 这不是你家毛巾吗 哎 这也是我擦的啥呢 孩子的 孩子的也不胖 哎呀 姐夫用不用 没事的 哎呦 你妈 哈哈哈哈 老哥 孩子饶了 整不整一个 不整了 太累了 整一个呗 都好几天没整了 哎呀 太累了 不整了 整一个呀 就整一个 明天来整吧 哎呀 就整一个 你整不整 那整一个 嗯 整一个 那来吧 我答应啊 哎呦 你妈 哈哈哈哈 监林姐我出来了 两个孩子都不是我亲生的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我无话可说 你打算怎么处理 明天咱俩就去离婚 然后你带着那两个孽种 马上消失在我的世界里 我凭什么带走两个 我只能带走一个 哼 怎么 你还想留一个给我 我每每看到他的脸 我就想起你这张臭脸 你是不是有病啊 啊 你大儿子是你前妻生的 跟我有鸡毛关系 哈哈哈哈 去 把窗帘拉上 快点 干啥呀 这饭都没吃 赶紧的 咋的 我说话不好使啊 这才几点呢 快点 干啥 这大白天的饭都没吃 拉窗帘 干啥呀 别动啊 给我二百块钱 啥 给我二百块钱 还有你妈 啊 啊 我他妈的 哎 媳妇 嗯 你说要有人给你五百块钱 让你去相亲 你去不 啊 如果相亲对象是你的话 拿多少我也不去 你说话咋这么难听呢 还难听 你记不记得咱俩当时结婚那天 你妈特别激动 一直握着我的手不放 啊 我现在分析啊 她当时想的可能是 你可算娶上媳妇了 我就不愿意听你说这话 我妈妈是舍不得我 你可拉倒吧 你没砸你妈手里 就算祖上积德了 来我问你 我跟我姐是双胞胎 你是怎么区分我俩的 你姐胸下方有颗痣 好啊 果然你俩有一腿 呸你这个渣男 亲爱的 你是不是气困头了 我是你姐夫 没有你妈 说你昨晚是不是绿了我 没有啊 那你昨晚一夜未归 你去哪里睡的呀 我在我哥们阿强家睡的 你居然敢骗我 真的呀 明明昨晚我在那睡的 明明昨晚我在那睡的 我根本就没有看到你 哎呦你妈 啥呢 分手 老公老公告诉你个好消息 啥好消息啊 我怀孕了 怀孕了啊 这是好事啊 好事吗 哎对老公 你说我们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呢 媳妇 你一聪明 你给孩子起一个吧 那我起啊啊 那我们就叫他 王大壮 你看什么呀 你他妈什么意思 嗯 我他妈姓刘 啥 你给他姓王 孩子不得随时爹姓吗 哎呦 你说啥 这日子没法过了 咋离婚吧 就咋呀这媳妇 从结婚到现在 你一共就碰了我九次 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你书外面有人呢 媳妇 要不咱俩孩子离了吧 从昨天结婚典礼到现在 我一分钟都没睡呀 我现在都昏不行了 你让我睡一会吧 你结婚之后会不会找小三 那得看老婆是谁 如果老婆是你 就不会有小三 如果老婆不是我呢 那小三就是你 丈夫丈夫 一丈之内是你夫 那为什么现在不叫丈夫了 因为现在一丈之内 也不一定是你夫 老公老公 那只能证明他是公的 其他的什么都证明不了 在这一段时间咱们 个人 vor 感谢观看